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也未必这么想的吧 我说过江湖中人不可轻信 方英看不简单 他的心思连我都猜不准 我们已经拒绝过他了 你为何又要找他合作 方英看要斗倒雷损 还有有桥集团 我们的目标一致 为什么不能合作 你这不是在跟他合作 你是在跟他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怎么了 只要能达到目的就相互利用啊 你是金风西雨楼父楼主 你不该这么做 那金风西雨楼父楼主该怎么做 以什么规则去做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 我开始所有事都不能为吧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就把话说明白 这金风西雨楼 每一条决定都是你做的 割足每一条消息 都交到军师手里 四大主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信 还有部下 那我呢 我没人 没权 连我雕业无法无天 他们都跑来跟你汇报 可不可笑 我是妇楼主 我这个妇楼主 连这件小事都决定不了 我叫什么部落主啊 今天你有本事 你可以为自己目的行动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的这个决定 让无法无天的兄弟们平白牺牲 楼里多少人因为你变成了孤儿寡妇 他们的死是我的错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但为了楼里为了大举 死几个人怎么了 大白 楼里死的不是几个人 楼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啊 我不可能把每个人 都当我兄弟 你明白吗 这就是我跟你们 不同的地方 我去看看他 大白 你冷静点行不行 我很冷静 我就是太冷静了 我才看清楚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 道不同不小眉毛 要真道不同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结拜呢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一样 走着走着就不一样了 那冷静点停下来说清楚了 我们可是结拜兄弟啊 你别傻了 你是不是忘了我要什么了 我要炙炸风云 我要独步天下 但在这尖崩虚流 他苏梦者充处压着我 我什么都干不了 就连我最喜欢的女人 我都喜欢苏梦珍 小知道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 塞兄弟跟以前 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跟大哥 根本不像以前 那么齐心了 大白 您说